人權觀察執行長羅斯說被香港拒絕入境 羅斯原本計劃在香港舉行記者會 公布年度全球人權報告 當中涉及中國人權狀況 羅斯昨天在香港國際機場 透過社交網站公布有關消息 說入境處並沒有解釋拒絕他入境的原因 港府也沒有回應事件 羅斯說這次事件是另一個信號 顯示北京政府收緊對香港的管治 進一步限制港人在一國兩制下有限的自由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 中國外交部宣布制裁五個非政府組織 當中包括人權觀察